如果说综合格斗宇宙的尽头是跟超级拳王跨界捞金 那职业拳王的尽头便是打娱乐赛轻松赚钱了 在这方面过去十年最赚钱的拳王梅维瑟最有发言权 而过去十年第二赚钱的拳王帕奎奥紧随其后也有了新的动作 不出意外帕奎奥将与踢拳传奇泰拳王子波球来一场娱乐跨界赛 著名的体育专栏作家被帮帕空透露 帕奎奥将与波球在2024年1月交手 多家国外媒体跟进报道了这一新闻 消息来源于Fresh Air Festival首席执行官 该公司将推广这场比赛 Fresh Air Festival跟多名体育大咖有过合作 去年还把利物浦跟曼联队带到了泰国曼谷世纪杯 帕奎奥与波球的首场新闻发布会将在2023年7月21日举行 届时将公布更多的细节 包括两名体育明星之间的正式签约仪式 帕奎奥与波球都是穷苦人家出身 虽然都是靠拳头改变了命运 但两人所属的领域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帕奎奥被很多人视为亚洲最伟大的拳王 甚至很多人认为他是亚洲体坛第一人 帕奎奥在职业拳击领域创下了前无古人 后乃有来者的记录 成为八个级别世界拳王 2000年到2009年十年间是帕奎奥最能打的十年 被美国拳击作家协会 HBO与世界拳击理事会多家机构 评为十年最佳拳手 被世界拳击组织评为十年间最好的PVP拳手 2010年到2019年十年间是帕奎奥最赚钱的十年 根据福布斯的统计 帕奎奥十年的收入在所有的运动员中排名第八 在拳击领域排名第二 仅次于老冤家梅威瑟 2021年8月21日 帕奎奥十二回合点数不敌乌加斯 结束了最后一场职业拳赛 此后帕奎奥把精力放在搞仕途上 仕途受阻后又回归 跟韩国的网红武术教练DKO打了一场娱乐拳赛 画面转过 拨球很多人也不陌生 曾打过武林峰跟伊龙交手过两次 两次获得K1 WorldMax王者是绝对的踢拳传奇 两人都是自己所在领域的天王巨星 阿良早期也分别做过拨球与帕奎奥的十大KO系列 这里不再赘述 感兴趣的观众可以一步观看 论国际知名度与财富 帕奎奥还是遥遥领先拨球 两人也都是名副其实的老将 早已远离属于他们的时代 毫无疑问 这将是一场情怀战 捞金战 具体的细节还要等到新闻发布会公布 有两人所组成的拳赛变量太多 没到真正开打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没到比赛结束 也一切皆有可能 有后续再与大家分享 喜欢拳击与格斗的朋友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是阿良 我们下期再见